三类特定的交易 也就是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当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时 如果涉及到其他方 也就是说第三方参与其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要确定在这一项交易当中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是主要责任人呢 还是代理人 如果企业判定下来 是属于主要责任人 那么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要按照已收或者应收 对价的总额来确认收入 称之为叫总额法 反之如果判断下来 企业在这项交易当中 我们的身份只是一个代理人的身份 那么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 佣金或者手续费的金额 来确认收入 那么我们的问题关键是 我怎么判断 我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 那就是下面第一个问题 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判断原则 总的原则那就是 企业在将特定的商品 转让个客户之前 你是否能够控制这个商品 如果在转让之前 你能够控制这个商品 那表明你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反之如果在转让个客户之前 企业不能控制这个商品 那么你的身份是代理人 我们下面看一下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当企业承诺自行向客户提供特定商品的 自行向客户提供 也就是说企业在将特定的商品 转让给客户之前 它能够控制这个商品 表明它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举例再讲 比如说假公司搭建了一个购物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销售 假公司生产的产品 那么客户可以通过这个网站那个平台 购买假公司的商品 那么企业在这个平台上销售商品 在转让给客户之前 假公司是能够控制这个商品的 这个商品就属于假公司自己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叫自营 这个网站我们是自营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表明假公司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那就按照总额法 销售的总额是多少 确认收入就是多少 应当收取的对价金额 比如说这个100万 那我们就按照100万确认收入 交易价格总额是100万 反之第二种情况 如果企业承诺安排他人提供特定商品 不是自己自行提供商品 是通过第三方来提供特定商品 也就是说企业在将特定商品转让给客户之前 我们是不能控制这个商品的 则表明我们的身份是代理人的身份 同样举个例子 诶 以公司也搭建了一个购物平台 购物网站 客户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购买商品 但是要注意 购买的商品呢 不是以公司自己生产的 能够控制的商品 而是通过第三方提供的 最典型的 比如说像淘宝 淘宝在销售商品时 这些商品并不是他自己生产的产品 而是他搭建这么一个平台以后 通过进出的商户 在这个平台上销售商品 然后这个淘宝呢 也就是我们站在这儿 角度叫乙公司呢 对这个网站进行一个管理 它是安排其他的商户 提供特定的商品 那么企业在将特定的商品 销售个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在网站上不去购买吗 淘宝上购买商品 在转让给客户之前 淘宝是不能控制这个商品的 它不能主导这个商品的使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意味着乙公司 它的身份是代理人的身份 也就是说淘宝这个身份 它是个代理人的身份 它不是主要责任人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比如说销售额100万 虽然客户在平台上购买 商品销售金额是100万 但是乙公司 它是代理人的身份 它不能按照100万确认收入 它只能按照什么 按照乙公司 它自己向这些商户收取的佣金 来确认收入 比如佣金5% 那实际上 它只能确认5万块钱的收入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净额法 按照收取的佣金的金额 来确认收入 因为你是代理人的身份 这个商品不是你的 所以称之为叫净额法 这样来解释一下 好了 那这两点归纳一下 关键的问题就是看 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 你能否控制 如果能够控制这个商品 那么你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反之在转让给客户之前 你不能控制这个商品 那就是代理人的身份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企业作为主要责任人的情形 有哪些 当存在第三方 我们今天讲的问题 主要就是讲 涉及到一个第三方 其他方参与进来吧 参与其中 当存在第三方参与企业 向客户提供商品时 如果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 能够控制该商品的 我们刚才讲过了 那应当是主要责任人 那么哪些情况下 企业是作为主要责任人的 主要包括以下 一二三 第一 企业自该第三方 我们刚才不是说 有第三方参与进来了吗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 或者其他资产的控制权之后 再转让给客户 那你这个企业的身份 是主要责任人 你从第三方摆来了 然后再卖给下家客户 那站在我们这个企业的角度 我们是主要责任人 销售给客户的价垮 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 我们从上家购买的支出 作为成本 下面呢 举个例子 几个教材例题来看一下 2007年1月份 家旅行社从A航空公司 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折扣机票 并对外销售 家旅行社向旅客销售机票时 可以自行决定机票的价格 我能定价 旅行社从A航空公司 按照某一个价格买好以后 这是它的成本 然后在机票比较紧张的 有一些航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它可能机票价格高 那这个利润呢 都是由假公司获得 假旅行社获得这个经济利益 当时也承担分析 你没有卖出的机票 是不能退还给航空公司的 那从这到底可以看出啊 假旅行社 在将这个商品 转让给客户之起 它是能够主导这个商品的使用的 这个机票由其他来确定 价格呀 销售 我卖给谁 都可以由假旅行社自己来确定 既然他能在转让给客户之前 他能够主导这个商品的使用 获得经济利益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假旅行社 在将这个机票转让给消费者之前 他是能够控制这个商品的 那就意味着假旅行社的商品 他是个主要责任人的商品 既然是主要责任人的商品 那就意味着他销出给客户的 消费者的这个机票的售价 可以作为他的收入 他从航空公司拿票的时候 那个支出作为他的成本 然后核算利润 也就是总额法确认收入 我们下面看教材的分析 本地中假旅行社向客户提供的 特定商品是机票 并在确定特定客户之前 已经预先从航空公司购买了机票 我们从第三方 假旅行社自己没有航空 自己不是开飞机的 不是跑这个航空的 从航空公司那去买 购买了机票 因此该权力在转让给客户之前 是已经存在的 假旅行社从A航空公司 购买机票之后 可以自行决定机票的价格 销出给谁等等 这说明什么 说明假旅行社有能力 主导这个商品的使用 并且通过它能够获得 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我卖什么价 由我来定 因此假旅行社在将机票 销出给客户之前 说明假旅行社在销出给客户之前 它是能够控制该商品的 这个商品就是机票 所以假旅行社的身份是主要责任的 我们这样的理解 当然我在这顺便说一下 如果是考试题 主观题 我们在答题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写这么一堆 我们教材上写了很多 这是帮助我们分析理解的 如果我们在答题的时候 那怎么答呢 我也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就简洁多了 我们不需要写那么多文字 首先他问你 让我们判断这是主观题 假旅行社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 并说明理由 那就这道题而言 假旅行社是主要责任人 理由是 假旅行社在将机票 销出给客户之前 能够控制开机票 OK那就行了 不要写那么多了 关键词掌握就行了 或者说通用了一句话 通用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前面 这个表格里面的 不管什么题目 你在回答理由的时候 是主要责任人 或者说是代理人 你就按照这个表格里面 这两句话 套用它 那我们现在呢 就这道题写成机票 那实际上你在打着手 你也可以按照括号里面 我建议你用括号里面 因为任何题目 我都可以这样去套用 企业在将特定商品 转让给客户之前 能够控制该商品 所以它是主要责任人 我就打理由 反之如果你判断下来 假旅行社是代理人的身份 那你写理由 也要写理由的 理由就是 企业在将特定商品 转让给客户之前 不能控制该商品 OK 任何题目 只要是回答是 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的理由 你都可以套用这句话 这不就技巧吗 是不是 我们关键是理解 首先你要判断 是不是 判断 好 这是我们书上这道题 判断的结果是假 旅行社是主要责任人 但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在实务当中 我们很多旅行社 实际上是代理人的生活 他只是从航空公司 根据客户的要求的寒线 他从不同的航空公司 去拿票 然后呢 航空公司 这个价格不是由旅行社来订的 是由航空公司来订的 那旅行社他卖这个票 然后从航空公司那里怎么样呢 提佣金 那如果是赖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航空公司 这个假旅行社 将机票出售给 航空 出售给消费者之前 假旅行社是不能主导 这个机票的使用 卖什么价 卖给谁 他不能主导的 他是根据客户的要求 然后根据航空公司的标价 他不是赚差价 他只是赚从航空公司那 拿佣金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假旅行社 在向客户转转商品之前 是不能够控制该商品 所以是代理人的生活 因此我们在答题的时候 要看一下题目的条件 虽然教材这道题是 假旅行社判断结果 是主要责任人 但是考试题也可能会 把这道题改一下 那么这样一改以后 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答题的时候 那就是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讲的这种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假旅行社的身份就变了 是代理人的身份 答理由 那就是航空 假旅行社再将商品 特定商品 也就是机票 转任给客户之前 是不能控制该商品的 OK 那就行了 所以做题目是 一定要注意 不要受教材立体影响 教材题目 它有它的条件 也去考试题 把题目改了一下 因为在实物当中 其实很多旅行社 实际上是 代理人的身份 我就是拿佣金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下面我们再结合教材 一道立体看一下 假公司建议购物网站 在该网站上 购买的消费者 可以明确获知 在该网站上 消费的商品 销售的商品 均为其他零售商 直接销售的商品 这些零售 零售商负责发货 以及售后服务等等 假公司 与零售商签订的 合同约定 该网站 所述的商品的采购 定价 发货 以及售后服务 都是由谁来负责呢 零售商自行来负责 假公司 仅仅是负责 协助零售商 和消费者之间 结算货款 并按照 每笔交易的 实际销售额 收取5%的佣金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最典型的淘宝 就是这个天猫 网站 道理 大家 因为我们有食物经验 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 所以特别容易理解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讲很多知识点 我们都是结合上市公司的食物 这样比较容易接受 而不是抽象的 只是读课本 我们现在学的都是食物工作当中的问题 所以结合食物当中的问题 你能理解它 你就感受比较深一点 那这道题 读完以后你就特别明显 这个假公司的购物网站 假公司身份一定是什么身份 代理人的身份 我们下面看教材的分析 本例中假公司经营的购物网站 是一个购物平台 零售商在该平台发布所销售商品信息 消费者可以从该平台购买零售商销售商品 消费者在该购物网站购物时 向其提供的特定商品 是为零售商在网站上销售商品 并不是假公司自己的商品 除此之外 假公司并未提供其他任何商品后费的服务 这些特定商品在转移给消费者之前 假公司从未有能力主导这些商品的使用 你是没有这个能 无法控制这个商品的 比如假公司不能将这些商品提供给 购买该商品的消费者之外的其他方 也不能阻止零售商向该消费者 转移这些商品 你们有这个权利 意味着假公司不能控制零售商 用于完成该网站订单的相关存货 所以呢 消费者在购物网站购物时 在相关商品转移给消费者之前 对于假公司来讲 他不能控制这些商品 假公司的履业义务是安排零售商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 但并未自行提供 你这是安排第三方来提供 所以假公司在该交易中的身份 是代理人的身份 同样的 如果答题 还是下面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就是先亮明观点 假公司为代理人 并说明理由 理由就是假公司在商品转移给客户之前 不能控制该商品 不能控制 OK 通用的答法 任何题目只要你把你的观点判断正确了 理由就是套用我刚才所说的这句话 任何题目都可以这样来答 而且不需要像教材上写了一坨在这 那个是我们做题目也写一大堆 我们就把关键词答出来 其实阅卷老师在看这个你的答案时 他就找这句话 关键词 找到了 OK就给分数了 其他的基本人就忽略掉了 好 下面再看第二种情形 企业能够主导第三方 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我们来安排第三方 然后指导 这个主导第三方 代表我们向客户来提供服务 我们一起看一下 当企业承诺 向客户提供服务 并委托第三方 比如说分包商 或者说其他服务的提供商等等 代表我们向客户提供服务时 如果企业能够主导该第三方 第三方听我的 不听客户的 那就说明什么 我能主导第三方 代表我们向客户提供服务 虽然是第三方向客户提供服务 其实就意味着相当于是 我们在给客户提供服务 那么则表明 企业在相关服务提供给客户之前 我们是能够控制这个相关服务 因为我们主导第三方 第三方听我的 我让他怎么做就怎么做 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 2023年1月1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为乙公司的写字楼提供保洁服务 并删定了服务范围及其价格 甲公司每个月按照约定的价格 向乙公司开具发票 然后乙公司按照约定的日期 向甲公司付款 这是甲乙之间的合同 乙之客户 甲之企业提供一个保洁服务 双方签订合同之后 甲公司并不是自个儿去提供保洁服务 而是找了一个服务供应商提供商 谁呢 丙第三方 代表其为乙公司提供该保洁服务 并且和丙公司签订了委托的合同 甲公司和丙公司商定了服务价格 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 大致上与甲和乙公司约定的付款条款是一致的 当丙公司按照与甲公司的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时 无论乙公司是否向甲公司付款 甲公司都必须要向丙公司付款 那是对的 一码归一码 乙公司如果没有向甲公司付款 但是甲公司因为是委托丙公司来提供服务的 那你还是必须要向丙公司有这个结算义务 因为丙公司实际上什么 它是听甲公司的 根据甲公司的要求 丙公司和甲公司签订的合同上约定的条款 来为乙公司提供服务的 对乙公司来说 不能向丙公司提供额外的 丙公司是不会听乙公司的 在提供保洁服务过程当中 乙公司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 超出甲和饼范围之外的 其实丙公司是不会同意的 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丙公司实际上是由谁来主导的 是由甲公司来主导的 乙公司无权主导 丙公司提供未经甲公司同意的服务 那我们这儿画个图表来说明一下 甲公司和乙公司签订一个保洁合同 但并不是甲公司直接提供保洁服务 而是委托第三方 也就是丙公司 所以甲公司和丙公司又签了一个合同 委托丙公司向乙公司提供服务 甲公司主导丙公司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乙公司提出合同之外的要求 丙公司做什么 丙公司不会同意 它是按照甲公司的要求来做的 那比如说这个合同金额是一百万 那么他委托丙公司 丙公司提供的是 比如委托是八十万给丙公司 对甲来说 这是主要责任人的身份 应当的总额法 确认收入一百万 他付给丙的那个八十万是他的成本 对丙来说 那丙他是企业 他是企业 甲是他的客户 那么对丙来说 他是按照八十万确认收入 八十万同时是甲的成本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清楚 好了 那下面看一下教材的分析 本地中甲公司向乙公司提供的特定服务 是写字楼的保洁服务 除此之外 甲公司并没有向乙公司承诺 其他的服务的商品 根据甲和丙的签订的合同 甲公司能够主导丙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丙是按照甲的要求来做的 包括要求丙公司代表甲公司 向乙公司提供保洁服务 相当于甲公司利用其自身的资源 履行了这个合同 而乙公司是无权主导丙公司 提供未经甲公司同意的服务 所以呢 甲公司在丙公司向乙公司提供保洁服务之前 甲公司是能够控制这个服务的 他能控制丙公司 能主导丙公司 就意味着能够主导这个服务 这个商品 服务就是商品 所以甲公司 他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同样的我们在答题时候 也是刚才所说的 两名观点 甲公司为主要责任人 那么答对了 0.5分 理由甲公司在丙公司向乙公司提供保洁服务之前 他能够控制该商品 答对了 0.5分 OK 主观题就是这样来答题的 不需要像教材 教材我刚才说过 是帮助我们理解的 下面再看第三种情形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之后 它是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 将这个商品 与其他的商品整合成一个组合 转让给客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意味着企业需要提供一个整合 才能转让给客户 那么企业应当是主要责任人的身份 我们下面也举个例子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 向其销售一种特种设备 并商定到该设备的具体的规格和销售价格 甲公司负责按照约定的规格设计该设备 并按照双方商店的销售价格 向乙公司开局发票 该特定商特种设备的设计与制造 是高度相关的 因为有两项商品 一个是设计并制造 它们是高度相关的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那这两个合在一起是一项履业义务 而不是两项履业义务 因为它们的承诺 那是不能够明确区分 为履行该合同 甲公司与其供应商丙公司签订合同 委托丙公司按照其设计的方案 制造该设备 啥意思呢 甲公司先设计好 设计好把这个方案提交给丙公司 找了一个其他的第三方 丙公司来完成 甲公司自己不直接进行制造 是委托丙公司来制造的 这在实务工作当中 也有这种情况 并安排丙公司 直接向义公司交付设备 丙公司制造好以后 按照我们的设计要求 制造好以后 直接将这个设备交付给义公司 丙公司将设备交付给义公司之后 甲公司按照与丙公司约定的价格 向丙公司支付制造设备的对价 甲和丙之间发生关系 义公司不需要向丙公司支付 货款的 丙公司负责设备质量问题 甲公司负责该合同的整体管理 包括因为由于设计原因导致的影制的问题 因为甲公司它实际上是设计这个设备 所以说它需要负责这个整个合同的整体的管理 那么这个停完以后啊 其实还是有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丙公司是由甲公司来主导的 如果在该设备制造过程中 发现需要对设备规格进行任何的调整 甲公司需要负责制定相应的修订法案 因为那你的设计可能有问题 那需要进行修订 然后再通知丙公司进行相应的调整 并确保任何调整均符合修订后的规格的要求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甲公司在主导丙公司 而不是义公司在主导丙公司 下面看一下分析 本的一种甲公司向义公司提供的特定商品 是其设计的装用设备 虽然甲公司将设备的制造工作 分包给丙公司进行的 但是甲公司认为 该项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是高度相关的 不能明确区分 所以作为一项 这两个合在一起作为单项履业义务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单项履业义务的判断的一个条件 首先第一 商品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设计和设备的制造 是可以明确区分 没错 但是这两项商品的承诺 不能明确区分 因为它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通过设计才能制造商品 制造过程中有问题 再通过重新修订这个设计 设计这个方案 再对商品进行修正 所以不能明确区分 作为一项履业义务 那么题目也可以先考一下前面的知识点 让我们判断 该项合同包含几项履业义务 并说明理由 也就是我们刚才的分析 由于甲公司负责 该合同的整体的管理 主导了丙公司的制造服务 并通过必须的重大整合服务 将这个整合作为 向已公司转让的组合的产出 因为它包含有设计 包含有制造 是个整合在一起的组合的产出 在该设备转让给客户之前 控制该专用设备的 所以说明了甲公司 它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 同样的道理 大家在答题的时候 还是像刚才一样 甲公司为主要责任人 理由是甲公司 在将该商品转让给客户之前 能够控制该商品 OK就可以了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补充的这个题目 讲了主要责任人三种情形 每种情形呢 我们都分别举个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 否则只看这些抽象的文字表述 是很难理解的 前面有123 好那如果判断完了以后 讲企业是主要责任人 或者说不是主要责任人 那就是代理人的身份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 怎么确认收入 企业无论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 都应当在履行义务履行时 确认收入 这没错 不管你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 当你的义务履行完了 你应当确认收入 具体来说 主要责任人是采用总额法 我们前面提到过 也就是按照 其自行向客户提供商品 而有权收取的对价 总额来确认收入 反之 如果你是代理人的身份 则应当是净额法 而净额法下 是按照什么 净额确认收入呢 收取的佣金或者手续费 代理人的身份 简单通俗的讲就是 你是个中间人 那不能按照总额确认收入 我们前面曾经也举过一个例子 返产中间 返产中间 那你就是个代理人的身份 你卖的房子不能属于你的房子 在转账给客户之前 你不能控制这个商品的 比如这个房子售价一千万 你上家的房子 然后你联系下家 然后通过你这个平台 通过你这个中间 最后达成协议以后 这样在中间公司角度 你确实促成这项交易 售价金额一百万 但是不能认为你收入一百万 你只能按照这个一千万的 那一千万的 假如这个房子价格是一千万 你只能按照这个一千万的金额 比如收取百分之一的佣金 上家百分之一 下家百分之一 割十万 那就是二十万的确认收入 而不能按照一千万确认收入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金额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按照既定的佣金的金额 或者比例 有的是绝对额 佣金的金额 绝对的金额 有的是按百分比 比如我刚才所说的 房产中间 那就是百分比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按照收取的对价总额减去 我们付给第三方的差额部分 按照这个金额确定 总而言之是金额法 金额法 那就按照金额来确认收入 好了 这就是我们第三个问题 所要提到的 主要责任人 以及代理人 怎么去判断 然后判断下来以后 我们分别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讲完以后 归纳一下 其实内容不太多 那就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时 如果有第三方 涉及第三方参与其中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要判断了 肯定是有第三方的原因 才判断这个问题 企业在将特定的商品 转一个客户 转让个客户之前 你是否控制该商品 如果控制该商品 那你是主要责任人的身份 按照总价 确认收入 反之 如果在转让个客户之前 是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 无法主导这个商品的使用 那意味着你这个企业 是代理人的身份 既然是代理人的身份 那就按照佣金手续费的金额 也就是净额法 确认收入 归纳一下 第三类特定业务 主要就掌握这一些 好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就分析到这 下面我们在学习 第四类特定交易 叫富有客户 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 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客户 额外购买选择权 把这个问题理解了 我们才能听得懂 下面的分析 你没了业务 你首先要搞清楚 是什么业务 是不是 那这个呢 我打举个例子来说 说一下 比如说 马上就520了 那星巴克呢 搞了一个促销的活动 你买第一杯 价格呢 你买一杯 那价格是40块钱 咖啡 如果你买 就是在520这一天 你要买第二杯的话 那么第二杯半价 只要20块钱 那你说我只要一杯 那就40 那你说我买第二杯 我对客户来说 今天有这个权的 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 你也可以再 再花20块钱买一杯 那是半价的 特别合算 当然你也可以不买 是不是 也可以不买 那这个就称之为什么 叫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 因为企业可能在进促销啊 搞活动啊 是不是 这个举这个例子 可能给一些单身狗 有些刺激了 是不是 那么老师给你出个主意 你也可以买个第二杯 送给你心仪的 新马克的小姐姐 也可以 那我们下面来看 这是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额外 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 你要怎么理解 包括我们食物当中 刚才讲消除激励 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这样的促销 还有呢 我们在食物当中 不是有 到商场消费有积分吗 这个积分将来可以兑换 商品的 你也可以兑换 你也可以不对换 这就是有选择权的 或者说购买 未来购买商品的 折扣券 我们到饭店去消费 这桌饭 我们今天消费了2000块钱 然后饭店呢 就给我们送了一张 折扣券500 下一次你来消费的时候 金额达到2000元以上 你可以拿这个券 抵扣500 当然你下一次也可以不来呀 所以说叫行 额外购买选择权 我也可能不来 我也可能会来的 叫选择权 好了 先把这个 这一类交易 先搞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下面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判断 客户所取得的 额外购买选择权 是否为重大的权力 为什么要判断 是否为重大的权力呢 比如我刚才举的例子 我们消费者到饭店吃饭 然后呢 你2000元以上 你可以送我们一个 抵扣券500块钱 然后下一次来 我消费超过2000元的时候 这个抵扣券可以抵掉 可以抵扣 每到2000元不够 同时要注意 下一次来消费的时候 其他的消费者 比如第二次 我到饭店去了 我吃了 又吃了2000块钱 然后呢 我就这个券我可以用 但是别人 如果是第一次 到饭店 消费2000块钱 他们是没有这个抵扣权力的 那就意味着 我这个选择权 是一项重大的权 这个我们待会 给大家会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判断 额外购买权权 是一项重大权力呢 那就意味着 站在饭店的角度 餐饮饭店的角度 他不仅仅今天消费了2000块钱 我们在他这不是消费了吗 他提供了2000块钱的商品 除此之外 他还向客户提供了一个权力 价值500块钱 那是两项子商品 商品本身是一项 另外一个 未来购买商品的权力 那么如果判断下来 是一项重大权力 那么这是有价值的 那意味着今天呢 饭店收了2000块钱 要在这两项资产之间 要进行 将这个交易价格要进行分摊 所以我们要评估一下 要判断一下 客户取得的购买权的权 是否有重大权力 那接下来 怎么判断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下面我们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判断下来是客户 额外购买权的权 是向客户提供的重大权力 我们怎么判断呢 那就是 如果客户只有在 定立了一项合同的前提下 才能够取得额外购买选择权 并且 客户行使这个选择权 购买额外的商品时 他能够享受到 超过该地区 或者该市场当中 其他同类客户 所能够享受的折扣 那才意味着 企业向客户 提供的这个额外购买选择权 提供了一项重大权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今天我在饭店吃饭 消费两千元 那么 饭店的为了促销 给我提供了一张 五百元的抵扣券 下一次抵扣 不是今天 我下一次来消费时 我还是消费两千 那么上一次那个抵扣券 可以抵掉五百 我只要给饭店 一千五万块钱就可以了 但是另外一个消费者 他是第一次到这个饭店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优惠的 那就意味着我能够享受 超过该市场当中 其他同类客户 能够享受的折扣 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来 不行 我已经是第二次来 我可以享受的 那就意味着享受 享有这个额外的折扣 那比如说我们有收到那个商场 商场比如巴黎春天 我们去搞一个节假日搞活动 他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折扣条件 我们发现 不管你定购买商品 还是不购买商品 你都在今天这个活动期间 你都可以有折扣的 那就意味着你没有享受 你所享受的这个折扣 别人也能享受 别人没有购买商品 也能享受 谁都可以 那就意味着不是提供重大权利 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判断下来 企业向客户提供了重大权利 此时要作为一件 单线旅业义务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饭店向客户提供了一个 我们去消费两千块钱 这一桌饭是一个商品 两千块 除此之外 还给我提供了一个 价值五百元的折扣券 我们刚才说 判断下来是提供了重大权利 那么这个五百元的折扣券 作为另外一项 单线旅业义务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就意味着 企业也就是饭店 向客户提供了两项旅业义务 一个是本身今天消费的 两千元的 这一桌韭菜钱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抵扣券 那就是下面两项 第一个是商品 客户在该合同下 原本购买的商品 第二个是 客户可以免费或者折扣 购买额外上面的权利 这个抵扣券是个权利 所以我们企业 也就是饭店 要将这个 今天的交易价格 两千块钱 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分摊 商品分摊多少 这个折扣券的价值 要分摊多少 其中这个折扣券 请注意 它分摊的交易价格 与未来的商品是相关的 下一次我们来消费是 跟下一次的消费的商品 有关的 因此企业应当在客户 未来行使该选择权 取得商品的控制权时 或者在该选择权失效时 将那个折扣券的权利 所分摊的交易价格 此时可以确认收入 我举个例子 给大家说明一下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假定客户 我们是消费者 本次餐饮消费的交易价格 是2000块钱 其实今天我在酒店 消费了2000块钱 这一桌酒菜2000块钱 并且酒店一个促销的活动 本次餐饮消费金额 达到2000元以上 含2000元 假如我今天挣好2000 可以证券是500元 客户在第二次消费 比如在一个月时间内 它有时效的 一个月时间内 如果你第二次消费 金额在2000以上 包括2000 这个抵扣券可以抵掉500 那么今天我们站在酒店的角度 意味着酒店向客户提供了 两项商品 两项旅游义务 一项是今天的消费 这一桌韭菜是2000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像客户 这个权力 重大权力 价值500 因此我们今天要将交易价格2000 在两项旅游义务之间 要进行分摊 假定本次消费的单独售价是2000 却是500 这刚才已经假定过了 而我们正好今天消费的价格是2000 那么就按照 这个2000要分 被分配的对象 按照比例分摊 分摊下来 本次消费 餐饮消费呢 交易价格是1600 券的价值是400 合起来就是2000 因此酒店今天在 提供的这个消费时 借银行存款收到2000 代方代主营业务收入 不能做2000 那还有一个券的权力 记载合同负债里 因为我们今天 等于是提前收到款项 将来还要履行这个义务 承担这个义务 所以有一个合同负债400 好 等到第二次 我们客户来消费时 或者说时间到了 我们刚才说 这个券的有效期 假定是一个月 如果一个月以后啊 我没去消费 那酒店饭店会怎么做呢 那你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是不是 你这个权利就失效了 就不能享受这个折扣了 这个券就过期了 那么站在酒店的角度 他就直接将当时的 那个合同负债 转为主义业务收入 对他来讲 他就相当于销售的这一桌韭菜 九千两千块钱 都已经收到了 所以 此时 转为收入 反之 如果我在一个月之内 来行使这个选择权 也就是假定 我第二次来又来消费 一个月之内 假定啊 我消费金额又是两千块钱 那又是两千块钱 就达到这个抵扣的标准 抵多少呢 抵五百块钱 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了 那么 站在酒店的角度 那就是实收一千五 本来是两千块 你抵掉五百 实收一千五 那酒店此时应该怎么做呢 借银行送还一千五 没错 然后将当时的合同负债呢 四百呢 此时 我们已经履行这个义务 转到主义业务收入里面 所以代主义业务收入词是多少 一千九 好了 要掌握这道题 我们通过举这么一个小例子 帮助团讲 理解我们刚才所讲的 如果企业向客户提供了重大权利 那么应当作为一项单项旅业务 然后要进行分担 分担完以后 将来在客户行使这个权利时 我们或者说在失效时 企业应当分别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通过这个小例子 特别直观的 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刚才这些 出现的文字 接下来呢 我们结合教材立体来看一下 2007年1月1号 甲公司开始推行一项奖励积分计划 根据该计划 客户在甲公司每消费10元 可获得一个积分 每个积分从次月开始 在购物时可以抵减1元 那这道题实际上是奖励积分 那我们在事务当中也有这个经验 我们在商场去消费时 我们有积分卡 有积分的 刚才举的例子呢 而是折购券 像这些都是客户 向客户提供的 向客户提供的额外购买选择权 截至2007年1月31号 客户总共消费10万元 可获得1万个积分 根据历史经验 甲公司估计该积分的兑换率 为95% 这个顺便说一下 因为在事务当中我们不太可能所有的积分都拿去兑换了 你有积分 比如说这个积分是有有效期的 你这个还有积分的兑换的标准条件 你达不到这么多积分 可能达不到这个兑换的要求 然后这个积分就滥费了 或者说我有这个积分 我有这个积分 然后这个积分呢 我自己忘记了 过期了 那也没有去兑换 或者说呢 我又有这么多积分 给我这个标准的 我去兑换 兑换个礼品多少钱呢 兑换个礼品大概在40块钱 我打个车过去要50块钱 不可算 算了那就不去吧 所以在食物当中 往往有可能这个积分呢 并不一定全部来兑换 甲公司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 参考这些资料呢 预计兑换的积分比例是95% 还有5%不会来兑换的 甲电上述金额 均不包含增值税等影响 下面我们看一下题目的分析 本地中 甲公司认为其授予客户的积分 为客户提供的重大权利 所以应当作为一项单独履业义务 为什么说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呢 别人没有来消费 消费就是定理合同 就像我们前面刚刚举的例子 我们到酒店就是吃饭 这就叫定理了合同 你没有消费2000块钱 是不会给你赠那个500块钱的券的 那今天也是如此 你不在商品商场购买商品 是不会给你积分的 我们在商场购买商品 那么就是一项合同 定理的合同 并且这个积分可以兑换 那就说明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企业向客户提供的重大权利 因为别人不能享受这个折扣 他们不能来兑换商品的 客户购买商品的单独售价是10万元 考虑积分的兑换率 甲公司估计积分的单独售价是9500 怎么来的 10万元是1万个积分 假如你是消费者 你消费了10万 你获得1万个积分 一个积分1块钱 那就1万块钱 但是呢 预计有95%的兑换 所以呢 这个积分的单独售价是9500 那从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知识点 请注意 我们在计算积分的单独售价时 必须要把这个兑换率考虑进去 而不能按照1万元算 这点要注意一下 做题目是可能给忽略掉了 那分摊的价格就不对了 那既然是这样 商品的单独售价是10万元 积分的单独售价 这个积分就是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了 你也可以将来也可以不积分 不兑换商品的 这个主动权在客户的 那么这一个商品 一个是权利 我们刚才讲过 将交易价格进行分摊 其中分摊到商品的交易价格为91324 我们取整数 分摊至积分的是8676 我们再强调一遍 这个分摊的分模里面 积分的单独售价 必须是考虑 兑换率以后的价格 因此当甲公司在商品控制权转移时 我们要确认收入 并确认合同负债 今天消费了这个月 一月份消费了十万元 借银行增换十万 但主营业务收入 不能按十万算 分摊的交易价格 91324确认收入 还有那个积分的价值 8676 记载合同负债这个科目 这又出现合同负债 也就是我前面解释的 你已经收了钱了 但是将来这个积分 可以兑换商品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没有兑换 客户还没有兑换 我们还没有向客户提供商品 还没有履行这个义务 钱已经收了 记载合同负债里面 截至2007年12月31号 就到年末了 客户总共兑换了4500个积分 甲公司对该积分的兑换率 进行了重新估计 依旧是9500个 没有变化 因此甲公司已客户兑换的积分数 已经兑换的积分数 占预期兑换的积分总数 算一个百分比 按比例 来确认收入 也就是 在2007年12月31号 积分这一部分 就积分这一块 人家已经兑换了4500个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 我们确认收入是多少 总共是9500个积分 注意 因为这还是9500 已经兑换了 4500个 那就算出比例了 占比 占比将之前合同负债的金额8676 按这个百分比分摊下来 本期应当劝收 也是取整 是教材立体取整 4110 考试里一般会设计回一个整齐的数字 因此此是借合同负债 带主业务收入 还有多少积分呢 剩下的积分是多少呢 是4566 因为总共是8676 这个积分的价值啊 这个积分是价值 是4566 那仍然在合同负债里面 没错 到了第二年末 2008年12位311号 客户累计累计 兑换了8500个 前面已经兑了4500 那2008年又兑换了4000个 此时我们每一年都要对兑换率进行估计 预计呢 哎 修正为9700 所以在08年12位311号 我们再算一下 按照修订后的 9700算一下 累计兑换的百分比 截至今天已经8500个积分了 除以9700 乘以原先那个合同负债总额8676 这意味着这是我们累计 要确认的收入 截转的收入 减去去年已经截转的4110 意味着今年是3493 借合同负债 带主营业务收入 那剩下还有多少 还有1037余额 仍然是合同负债 但是要注意 我们教材这道题没有特别说明 所以还是余额是合同负债 假如这道题啊 这个积分是有有效期的 就是到2008年12位31号 就截至日期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1037 可以全部转为主营业务收入了 因为2009年开始 客户就没有这个群 就失效了 那我就可以把1073 全部转为收入 这个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就是看有效期了 那此时实际上是 3493加上1073 全部转为收入 好了 那这个题讲完以后 给大家归纳一下 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 这道题是奖励积分 那么在做题时怎么做呢 第一步 先要分摊 其中分摊到商品的交易价格 等于商品的单独售价 比以上 商品的单独售价 加上额外购买选择权的单独售价 乘以合同的交易价格 没错 第二步分摊到积分的 也就是额外购买选择权的 它的交易价格 等于分子 没错 额外购买选择权的单独售价 比以上分摩 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个额外购买选择权 就是积分的单独售价 一定要考虑积分的预期的兑换率 95%要乘进去 才是它的单独售价 这是第一步 分摊 接着 确认收入 本期被兑换积分的 因确认收入 等于累计被兑换的 除以 比上预期将兑换的总数 乘以分摊至积分的 交易价格 就刚才那个8676 然后减去以前期间 累计被兑换的部分 剩下就是本期的 主要是掌握这下公式 这几个公式 我们通过刚才这个教材立体 总结下来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反过来说 那如果额外购买选择权 并没有向客户提供重大权利 也就是说 当企业向客户提供 额外购买选择权权 但是 客户在行使这个权利时 购买的商品 它没有优惠的 它反映了该商品的单独售价 那就意味着 你没有一个优惠的权利 即使客户只能通过 与企业定例特定合同 才能购买该选择权 也不能认为这个选择权提供重大权利 因为 你这个选择权 对企业对客户来讲 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你这个价格 还是跟市场价格是一样的 那就意味着 并没有向客户提供重大权利 那怎么办 那其实今天销售归今天销售 将来归将来的 我们下面也举个例子 假电信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与套餐的方式 向客户销售一部手机和两年的通信服务 包括每月两百分钟的语音服务和5G的数据流量 并安悦收取固定费用 这是个合同 有了 同时提供一个选择权 客户可以根据需要 在任何约份按照约定的价格 购买额外的语音服务和数据的流量 你可以买 你也可以不买 该约定的价格 与其他客户单独购买语音服务和数据流量时的价格 是相同的 这说明什么 你没有提供超过该地区 或者该这个事项的额外的折扣 没有超过其他客户的这个折扣 你和其他客户的销售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这个合同里面所购买的销售商品 按照单独售价 然后今天按照今天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不要分摊了 因为将来你这个选择权 其实去买的话 也是和其他客户单独购买的价格是一样的 那就将来归将来的 今天归今天的 你即使有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其实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就不要分摊 该约定的价值 与其他客户单独购买语音服务和数据流量时的价格是相同的 表明假电信公司向客户提供的该额外购买选择权 并不构成一项重大权利 我们刚才讲 你这个重大权利是有两点 第一首先是经理合同 没错你已经有购买了这个手机和通讯服务费 你确实有这个合同了 第二呢 你没有获得 没有提供额外的折扣 是不是 你没有提供额外的折扣 那就不符我们前面所讲的重大权利的条件 那么此时对于对于这个电信公司来说 不需要分摊这个交易价格 你今天销售价格多少 交易价格多少 今天去确认收入多少 将来客户购买额外商品时 那个时候付多少钱 那个时候确认多少收入就可以了 两者之间不搭建 那就是没有提供重大权利 那就这样来做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 首先看根据题目的条件 是否提供了重大权利 那么重点掌握肯定是前面 提供了向客户提供了重大权利 然后我们此时应该怎么样处理 因为没有提供重大权利 那这个没有什么特殊问题的 前面归前面 后面归后面 好 那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这是一种简化的处理 企业向客户提供了续约的选择权 当客户享有额外购买选择权 是一项重大权利时 比如 客户行使该选择权购买的商品 如果客户行使该权利 购买的额外商品 与原合同下购买的商品是类似的 你前面的购买的商品和后面 行使这个选择权购买的商品是相同的 假定就是相同的 而且企业是按照原合同条款 提供额外商品 原来那个是什么价 你选择行使这个选择权购买这个商品 还是什么价 那么企业可以无需估计该选择权的 单独售价 而是直接将该预计将提供的 额外商品的数量以及价格 纳入原合同 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不要分了 这是一种简化处理 怎么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 2023年1月1号 假公司与客户丁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销售合同 时间是一年 以每件1000元的价格向丁公司销售A产品数量不限 丁公司可以选择在合同到期时 一年以后 与原合同相同的条款再续约一年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续约的选择权 你也可以续约 你也可以一年以后不买了 假公司 这个该款产品通常每年会提价20% 研究说2024年预计该产品的价格将提高到每件是1200元 但是如果你行使续约选择权的话 那么你可以按照原合同的价格多少 继续按照1000块钱来购买这个A产品 大家想一想 仗在丁公司客户的角度 今天的合同 首先有个合同了 是1000元 单价 同时 合同里面向客户丁公司提供了一个续约的选择权 一年以后你可以续约的 如果续约的话 你可以按照1000块 继续按照原来的合同 1000块钱一件来购买 反之 其他的新客户 假公司另外一个新客户 他在2024年买的话 他必须是1200 说明什么 说明假公司给我们客户 给客户提供的一个续约选择权 是有超额的折扣的 那意味着这是假公司向客户丁公司提供的一项重大权利 这个选择权是一项重大权利 那么既然是一项重大的权利 我们前面说过 要按照本次消费的商品 这个销售商品的交易价格 与提供选择权的交易价格 要将这个交易价格在这个两者之间的单独售价 就是本次提供商品的单独售价 以及这个选择权的单独售价 按比例情分摊 是不是 那么今天这个问题请大家注意 如果你续约下来以后提供的商品和原来是相同的 或者是相似的 而且价格和刚才之前是类似的 那么在这个就是商品啊 商品是类似的或者是相同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预计将要提供的额外商品的数量 以及价格 拉到原合同里面去 就像这套地带书 假公司今天不用分他 简化处理 你今天丁公司今年丁公司购买的多少商品 就按照一千元确认收入 比如购买了一万件 那就按照一千元 将来丁公司行使续约权权 购买了一万两千件 那么继续按照多少元 按照一千元确认收入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分析 假公司与丁公司签订的合同中 包含有额外购买选择权 因此应当要评估该选择权 是否向丁公司提供的一项重大权利 由于只有签约了该合同的客户 才有权选择续约 并且呢 这个折扣 这个合同的价格要低于市场价一千二 意味着假公司提供的该项续约权权 确实是向客户提供的重大权利 同时丁公司行使这个权利 购买的额外商品 与原合同下购买的商品是相似的 或者是相同的 并且假公司是按照原来的合同条款 提供这个商品 还是那个价格 不上市场价一千二 那么假公司对于这样一个 续约合同的续约选择权 可以采用简化处理 那简化处理是什么意思 不需要分摊了 直接按照每件一千元的价格 确定原合同的 A场面的收入 然后按照续约的合同当中 你卖了多少 再确认多少收入 不需要分摊 这就是简化处理 好了要注意一下 如果因为书站就一段文字 没有立题的 如果考到这种知识点的话 我们注意通过这道题来参考 不需要进行分摊 好我们实际上第四类交易 额外购买选择权的内容去讲 也是给大家归纳一下 对于企业在销售商品时 签订的合同 使客户获得一项额外购买选择权 那我们实际上要看 要判断它是否提供的重大权利 怎么判断提供的重大权利呢 前面讲过 首先要定立合同 你在我这消费了 购买商品了 你才有这个资格 享受这个权利 首先是定合同 其次是 这个权利 能不能让客户享受额外的折扣 如果客户行使权利时 能够享受额外的折扣 那意味着 这是一项重大权利 那如果是一项重大权利 就意味着 要将交易价格 在销售的商品 以及提供的权利 两者之间 按比例进行分摊 分别确认 反之 如果客户行使这个权利啊 购买的商品的价格 反映商品的单独售价 我今天购买这个商品 定立这个合同了 是这个价格 人家没有 人家也是可以享受这个价格 那就意味着 我没有额外折扣 没有额外折扣 就意味着 并没有向客户提供重大权利 那就不存在分摊的问题 那今天交易价格多少 确认收入就是多少 这就是第四个问题 额外购买选择权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学习 这么两类特定交易 第一个是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第一个是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那其实就是判断 企业在向客户销售商品之前 能够控制这个商品 如果能够控制 那是主要责任人 如果不能控制 那就是代理人 第四个问题就是额外购买选择权 关键就是判断 是否提供重大权利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